马路上车来车往 却有一辆继承车停在大马路中央 进退两难 白衣男其实机动在驾驶座旁 大呼扫叫 最后跟整个人爬到车顶 让经过的民众全看傻眼 当时我跟你讲 就在这地方等红灯 对方突然冲上前坚持要搭车 但其实车上已经有客人了 双方是僵持了大约五分钟左右 但现场就在捷运站的门口 也一度隐扫到交通 事发就在新北市永和路上 平时车流量不少 附近也有不少店家 然后晚上十点多 问讲被当机的缆车 对方说什么都不肯离开 连载客都受到影响 警方调查 36岁神兴男子 自称从桃园中立到总和找朋友 不过其他乘客在坚持要问讲载他 被拒绝后 记得爬上车顶 被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爬车行为已经触犯 刀交条例 被开罚500元的罚还 问讲表示车子轻微受损 专步提告和往常一样出门载客竟然遇上脱墟路人爬上车顶 事后持续男子遭到强制送医 才结束这场禁婚 TV新闻黄金国家卖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